弹腾量非常高 99.5%吧 腾哥在月球上的生活 在电影当中都被直播了 其实我们今天也要 通过我手里的 Vivo S15系列手机 给地球上的微博网友 实时联络 微博同步开启主题为 王牌收官录制 真心化问答挑战的 实况讨论活动 同时月球基地 还有一位特别的顾问 可以帮助大家来完成 今天的比拼 各位 Vivo王牌时刻 让我们有请 本期王牌人物 中国首批14名航天员之一 空军员一级飞行员 曾荣获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两次的 赵传东老师 最厉害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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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人家赵老师 出场的腰板 欢迎赵老师 大家好 我是赵传东 曾参与了神州5号 到神州10号的 战人航天任务的训练 2014年 退役后 我主要从事航天训练 科研管理和航天科普工作 这是你们当年的合影是吗 第一批的14位成员 对 一看到这个画面 真的心情特别地激动 感慨了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 当时我们手握拳 向国旗庄严掀示 英勇无畏 无师奉献 不怕牺牲 英勇无畏 无私奉献 不怕牺牲 甘愿为战人航天系列 奋斗无声 宣誓人赵传东 我真的 我现在听到的时候 我现在整个就那个 我也气皮疙瘩 对 你们当年选择的这个标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992年9月21号的时候 我们国家启动了 战人航天工程 然后呢 在大约96年年初的时候 启动了首批航天员的 选拔工作 当时大概 有1500多名的战斗机飞行员 符合了初选的要求 再经过这个 临床医学选拔 生理功能选拔 选出了60名飞行员 进入复选 再一次检查 又选出了30多名 到航天员中心 进行特殊环境的医学选拔 那我问一下 咱们航天员 为什么要选 1米65到1米72的呢 太空环境下 是很复杂的 比如火箭发射的时候 是有超重 常态下是失重 如果身高太高了 咱们那个血液 运载起来 是不是路漫漫啊 赵老师您刚刚说到就是 一开始选拔标准就很严 后面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状况的一些测试 那会再测点什么东西呢 选拔的内容呢 我们号称 固五关斩流降 比如首先第一关呢 大屏幕看到的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超重离心机 它旋转起来可以展生高剂值 比如我们训练中 要进行八个级的训练 就是八个人压在身上的感觉 对 第二个内容呢 比如检查你高空缺氧能力 在一个低压氧舱内 然后随着高度的升高 逐渐把他的氧气抽出 然后看你耐受低压缺氧的能力怎么样 转移训练 就是检查我们的前屏器官的功能 实际上就是你晕车不晕车 晕船不晕船 第四关呢 我们要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下 比如噪声啊 震动啊 看看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第五关呢 就是生理功能检查 比如头 比脚要低 然后几十度的角度 等一定的时间 然后快速返回 为了检查心脏心肝管 调整调解功能怎么样 然后团队之间 是不是也特别需要默契的配合 对 因为我们都在一起工作 生活 学习 训练 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甚至比家人的时间还要长 所以呢 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 就会形成一种默契 昨天不是凝结我们的返回舱 返回了地面吗 当时返回舱呢 有一个着陋伞 这个着陋伞 是需要航天员自主去切断的 就说了 配合默契的 做出了合适的决定 然后返回舱 就在直立的状态 主舱已脱落 返回舱 已经乘得存在 帮老板屁 拿不计 aged